接下來還有另外一種寫法 我今天的命令 等於 後面是直 第一個給它條件 這個條件比如說A 假如是小於B 接下來空一個問號 問號的意思就是說 前面的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就怎麼樣呢 我的條件就是A 第二個條件的冒號就是B 最後結束符號 這樣就寫完了 其實這個就是Java 一個輕簡的 這個條件在這裡 這個是 邏輯也是一樣 如果這個成立的話 就是它 如果不成立的話就是True 不成立的話就是False 就是這個 你看一行就寫好了 當然如果你要寫程式 這麼五行跟一行 當然你要選擇這一個 這個部分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原來我們一般寫作的方式 這個是比較精簡的寫作方式 那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這個mark起來之後 再做這個 判斷 問號 第一個條件 冒號 第二個條件 把畫面還給各位